关于消费税有人说 消费税符合公平原则 你有能力消费多少就缴多少消费税 也有人说消费税让市井小民文之色变 是压死国阵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消费税究竟是拯救国家经济的两要 还是让百姓肩上加金的毒要呢 从1970年代 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时代开始 我国先后落实销售税及服务税 直到第六任首相拿杜斯里纳吉 提出以消费税取代父亲的销售及服务税 之后国会通过了2014年消费税法令 到了2015年愚人节那天 我国正式迈入消费税时代 所有年营业额超过50万令吉的商家 都得注册消费税 在之前销售税的税率为5%到10 服务税是6% 而取而代之的消费税一律为6% 堪称是全球164个国家中最低之一 除了标准税率 国内部分商品和服务也分类为 零税率或是莫免类 前任首相纳吉说过 落实消费税是他任相9年以来 最艰难的决定 那为何我国非要落实消费税不可 如果他当纳吉说过 我国去年的消费税税收高达443亿令吉 高过之前销售税每年征收到的180亿令吉 但是消费税不仅仅是一道财经题 也是一道政治题 消费税上路之后物价走高 成为国人的切身之痛 更催生了一场又一场的反消费税集会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是落实消费税后的第一个大选考验 希望联盟将废除消费税纳入百日新政的首要承诺 我国实现首次政权轮替之后 首相敦马哈迪承诺必定废除消费税 之后财政部宣布消费税从六月归零 很快的敦马也宣布消费税即将走入历史 消费税只有三年多的寿命 虽然时间不长 但却足以凝聚成一股反风 销售和服务税卷土重来之后 新政府要如何弥补税收的缺口 进一步抚平国债的创伤 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NTV7整理报道